四周则以黄云断作底 据说当时光台教者就高达数百人 送葬者更是远超上万人 其规格一度超过光绪皇帝 可谓是生前受万人唾弃 死后却是风光无比 紧接着出现的是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 并由此开启了他的传奇人生 镜头是1916年黎元洪就任大总统时的影像 视频中的黎元洪身穿一袭新军礼服 在周围人的陪同下前往阅兵场检阅部队 虽然黎元洪身为民国总统 但实权却是被段祺瑞掌控 因此他实际上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随后迎面走来的是民国第五任总统曹坤 他本是直系军阀首领 却在1923年总统大选时 因重金收买国会议员 通过会选而成为的总统